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已經全面崩潰 最近不同的地方政府 推出很多方法去救市 但是似乎都沒有不效 主要信心崩潰了 經濟差了 人們沒有錢 你想一下 人們都失業 人們都找不到錢 誰來供樓呢 最重要 就是信心 一個上升的信心 完全摧毀了之後 你想扶正他也好 習近平很多年前提出房住不炒 結果當時 房除了又住之外又炒 結果現在 沒有人炒了 但是也沒有人住 為什麼 因為住不起 面對中國很嚴峻的房地產危機 習近平就想出一個方法來救市 就是要重拾社會主義住房官 重新由政府來掌管房地產市場 也就是說 市場 被他一手摧毀了 他要重新建立一套制度 就像當年 他要 重新建立全世界的制度 要挑戰美國一樣 好 當然他會持續抑制民營的這些企業 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 他們援引政策顧問的說法 以及政府最近的公告 中國的新戰略目標 是由官方 接管國內房地產市場的更大份額 這個會改變多年來房地產由民企 去主導的局面 這個戰略有兩大方案作為支柱 其中一套方案 是由國家 收購民營的房地產市場上面的不良項目 即是爛尾樓 並將其改建成為 經濟住房 由政府出租或出售 另一套方案 是主張國家本身以中低收入的家庭 營造更加多保障性的房屋 報導說 中央政府經濟官員仍然在研究 如何執行這項房地產的戰略 這個路線 不過經濟學家警告 這個計劃即使可以實現 可能需要很多年時間才能夠完成 而且成本巨大 分析人士認為 未來五年 每年的成本要高達2800億美金 即是兩萬多億人民幣 總計需要14億美金 五年計算是14億 即是幾次 差不多10萬億 究竟10萬億是否足夠呢 實際上是找不到 只是一個行大欠兩萬多億 加上碧桂園 只是一個私營的房地產企業 已經超過10萬億 再加上 各地的地方政府 他們不斷 搞了很多城投債 中國的城投債 根據這個摩根大通的估計 是高達14萬億美金 跟政府估計的14億 美金 相差10倍 你怎麼救這個洞呢 報導說 專家對這個戰略 仍然是似個懷疑態度的 其中 香港大學 京館學院教授 陳志武認為 這種依靠國家投入的新住房戰略 是沒有辦法持續支撐市場的 他說 鑑於中國的面臨人口挑戰和供應個性問題 利用政府資金購買不良房地產 是不會有甚麼效果的 政府干預 還可能引發 人心不安這個問題 還有社會公平問題 現在日報就有一個專題報導 龐大的房地產市場正在崩潰 習近平希望重拾社會主義住房官 重新由國家來掌管房地產市場 這個舉動是反而令人更加擔心 中國各地的房價都在下跌 房地產開發商分分鐘破產 人們開始懷疑房地產 能不能夠再次成為一個可行的投資 這個方向 即是說 還買不買得 現在不是甚麼價錢買的問題 是買不買得的問題 房地產危機 正在拖累中國的經濟增長 亦都使得國際投資者驚慌失措 根據新的戰略 中國共產黨將會 接管國內房地產市場更加大的份額 這個將會改變多年來 房地產由民營企業去主管的局面 即是說政府接下來會大力的干預 當政府干預房地產市場 不是讓它自由發揮的話 人們就沒有信心了 因為他不知道政府到時候搞不定 會不會把所有的地產全部收歸國有 因為私有財產一定要由私人市場去決定 當政府干預的時候 每樣東西都沒有辦法私人市場 或者正常的市場交易的話 人們就會信心崩潰 正如 不只是房地產 貨幣也一樣 政府如果定了官價出來 但是外面的市場價 就會反映真實的價值 政府定的價錢 好像當年100元人民幣 對這個 當時港幣 100元港幣只能換到28元人民幣 維持了很久 但是黑市已經升到上70多元 你如果 強行說政府要接管所有的黑市 接管所有市場的話 變成 人就沒有人拿來幫你換 是不是 結果沒有人幫你換的時候 你的市場就會崩潰 共產黨最嚴重的就是 他不懂得什麼叫市場 市場 就是要所有人都認同的 政府要做的事就是訂立一個 公平的交易規則 公平的遊戲法則 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根據那個方式 運作 當然你覺得有個方式漏洞 被人犯罪 或者被人有轉空子 你可以想辦法去堵塞 但是你不可以用一種強行來的方式 你一定要用一種市場能夠接受到的方案 其實香港不是何嘗 香港為什麼現在經濟崩潰呢 原因就是 香港行之有效的方式 就是有 三權分立 有一個司法制度去保障私有財產 令人們 更加膽敢去做生意 更加膽敢去買樓 當政府出了國安法 他就扭曲了市場的定律 使得所有東西要向政治讓路 當經濟要向政治讓路的時候 經濟 就會成為犧牲品 人也對這件事沒有信心 是不是 當國安法大過經濟的時候 誰敢在做生意 什麼都好 最後你就要拿國安法來做一個王牌 這個世界不能夠養王牌 當然你說到了 生死存亡 國家的生死存亡 安全問題 面臨到 被侵略 政權崩潰 人家 就會走 但是最大問題 你現在小小事都告別人顛覆國家政權 你覺得你的政權會因為黎智英說話而崩潰 你覺得人家因為穿了一件衣 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你的政權就會崩潰 而你 要對人 進行一種 拘捕 拘捕 你想想 做生意的人會怎麼想 穿一件衣 你也會這樣做 你的政權那麼虛脅 你是不是隨時倒台這個政權 你的政權告訴人家很虛弱 隨時會想 你想想 我在這裏投資 我的錢拿不得回來 錢拿不回來 如果我日南在這裏 我可能被你捉了 我的命都沒有 誰敢來這些地方投資呢 買樓一樣 炒股票一樣 做生意一樣 當政府告訴人家 你是很危險的池頭 你隨時會倒台的時候 誰敢來投資呢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共產黨就是現在經濟崩潰的恥作勇者 他不懂他以為他的干預 而習近平 就是計劃經濟出身的人 他一出生 就是在那個思維長大的人 甚麼都可以政府管 當我們開完會 市場就會升回 就會沒問題 以往是可以 因為 全世界借錢 然後大陸不斷瘋狂印銀子 所有錢都是借回來的 借了那麼多錢 全國市場都是錢 人們當然覺得沒問題 政府有好能力去操控 到了現在 泡沫吹淡了那麼多倍 政府根本就沒有辦法再操控 操控不了之餘 人看到你這樣 當然是拋售 外資也拋售 本國人民也拋售 因為就是你沒有信心 這個 就是現在中國經濟崩潰原因 為甚麼全世界在武漢肺炎復甦之後 應該說 武漢肺炎過去之後 全世界都復甦 美國經濟更越來越強勁 所以美股不斷創新高 日股不斷創新高 印度股市 越南股市也創新高 台灣股市也創新高 幾乎全世界都創新高 或是在高位培回 你香港和中國股市為甚麼那麼低呢 就是因為人家對你喪失了信心 因為知道你不是正常的市場 當你不是正常的市場 當人家知道你不是正常的時候 誰敢跟你來往呢 是不是 你看到 你原來是瘋狂症主裏的那個瘋狂 當你 不是在他面前吃生雞的時候 他也不害怕你 但是當你在他面前 像徐沛把雞生吃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瘋狂 會疏遠你 不報警拉你也會疏遠你 你還想著期望他回來 下次再回來跟你做朋友 你用路想想一下 誰都知道不會 現在這個政權 是全世界集體在全世界面前直播吃生雞 你還告訴你 你是正常的 你的腦有沒有問題 人家看到你們 原來一班刺善佬不是正常的人 隨時有賣無賠 你叫我來投資 你在我面前吃生雞 你也說你是正常人 我還怎麼相信你說話 其實很簡單 習近平的長輩就是在吃生雞 我記得那個 那個劇情 青山很漂亮的 鳥與花香的 我們在這裏解釋一下 然後我出來就沒事了 雖然現在不喜歡吃藥 問題就是 你會 突然間去廚房拿生雞來吃 然後 你家人 你老母還要去買生雞回來給你吃 你整個國家都不正常 你不要告訴別人 你是正常人才行 所以 習近平一說 習近平一說 要把這個接管房地產市場 更加令人害怕 誰覺得買樓 我買了一層樓 以後你告訴他 你指導我的價格 我明明是三百萬買回來 你指導我值一百萬 那我怎麼辦 我怎麼賣啊 現在立即拋售吧 買得到我買 賣不到 甚麼價格都賣 根本 是任何東西都有機會清零 是所有東西都清零 是沒有的 不存在 所以呢 不會有人買樓的 買的都是白癡的 香港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香港和中國 只是一條河而已 香港現在在政治方面比大陸更阻礙 將來大陸一搞這些運動起來 你覺得香港的私有財產還會得到保障嗎 你買了一層樓還是你的嗎 是不是 我看到汪敦景也很開心的 希望他 千萬一見都沒有賣 將來等清零 當然除了汪敦景還有一個 湯文亮 還有整個家族 他們有很多物業的 希望他們真的 頂住 千萬不要賣出來 你們買 其他人買不到的 希望你們 縱事已經得時過 頂住 這段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 好 我們快要納23條 為了保障你們 個人的網絡安全 和私人 可以選擇訂購我們的VPN 謝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 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叫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